怀孕是一件奇妙的事,想到自己的身体里孕育着一个可爱的小生命,这妈妈都会满意着幸福感,但是,怀孕期间也经常会出现身体的不适。 比如孕兔反应,头晕头痛,尿病,便秘痴疮,晚上失眠谁不着等等,今天跟大家要聊的就是其中一种不是反应,孕期水肿,讲到这里,肯定有不少孕妈身有感触,尤其是到了孕晚期的时候,经常手脚都肿胀,可不,脚肿的鞋都穿不上了,只能穿大马的拖鞋走路,孕期水肿,在外人看来,孕妈们, 似乎只是比平时更圆了一圈,但是事实上对有水肿的孕妈来说,感受起来是很痛苦的,孕期水肿,究竟是什么因素在作怪,那么,就先让我们来看一下,孕期水肿究竟是怎么回事吧,孕妇认身期水肿是血管内的液体成分渗出血管,积聚在组织间隙中造成的,一般来说孕期水肿容易发生,在怀孕28周以后, 因为这妈妈的子宫,此时已大到一定程度,有可能会压迫到静脉回流,所以,静脉回流不好的孕妇,此阶段交易出现下肢水肿现象,引起孕妇水肿的原因有很多,在怀孕期间,子宫会压迫下腔静脉,让静脉血液回流受阻,造成水肿 另外,胎排分泌的激素和肾上腺分泌的全固酮分多,也会造成体内纳和水分滞流,身体自然就浮肿起来了 818,孕期水肿的典型症状有哪些? 孕中期时,准妈妈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脚和腿,如果发现脚踝,小腿,胳膊或者是脸胀起来,而且用手指对肿起部位按压下去后,皮肤会明显的凹下去,而不会很快的恢复,这表示你遭遇了孕期水肿 一般来说,孕期水肿通常最先出现在人体最低部位,足怀部,休息后稍退,逐渐加重病向上蔓延,水肿部位可随体位而改变 犯作,胃位时腰底部及椰纯明显,严重者会引起全身水肿,有的微可凹性水肿,有的皮肤肿脏透亮,而二肢并无凹陷,有的无明显水肿,但体重增加每周超过500克 这就是隐性水肿,孕期水肿怎么办,快速缓解有妙招不少转妈在怀孕的时候,都是默默忍受着水肿之苦 但是,面对水肿,难道真的没有任何办法来减轻折磨吗?当然有,一平躺,把脚抬高,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平躺后,把脚稍稍抬高,能使血液更容易回到心脏,腐肿液就比较容易消除了 二热水泡脚,热水泡脚的好处就不用说了,很多人都知道 不过不少人想不到的是,用热水泡脚对水肿也有缓解的作用 这是因为热水泡脚,有利于改善血液循环补畅,让体内多余的水分排出 三座适当的运气运动,比如散步,孕妇瑜伽等等 这样借助小腿肌肉的收缩力,可以使静内血顺利的返回心脏 三步对于腐肿的预防是很有效果的,还有游泳也是锻炼腿部的一种运动 能使静内血更容易回到心脏,当然运气游泳要得到医生的允许才行 四科学的按摩,通过按摩促进血液循环,对于腐肿的预防是很有效的 做按摩师的技巧是,从脚向小腿方向逐渐向上,从而有助于血液返回心脏 五,衣服穿着舒适,准妈应选择合身的衣服,不要穿一些过劲的 否则将加重水肿,还有,对于一些需要久战或就做的孕妇来说 孕妻可以选择穿上具有弹性的裤子或袜子,帮助减少过多的血液堆积 再下至发生水肿,写在最后,有的孕妈可能会担心,水肿了,会一直持续这样吗? 基本上每个孕妈都有,一般情况下,在生完宝宝后体内的滞留的水分会渐渐排出 水肿自然就慢慢消失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讯